我看女生的那个嘴都撇成这样子了 我帮你说两句 你并不是说就是爱钱 或者是所谓的包子百病了 所谓的要去管他的账了 我觉得你其实是用一种特别笨的方法 想要来证明他是爱你的 这个笨方法就是钱来证明 一个男人给你花钱 真的不能代表他爱你 所以用钱去衡量感情中 分量足不足 是一个特别笨的办法 拿别人的钱买的包 永远是空虚 所以这份感情当中 你一直处于被动 被动的原因就是你 完全没有生活的方向 所以先去理出来一个自己 清晰的人生的脉络 做一个内心独立 自由的女性 先生呢 我觉得你也是挺奇怪的 你能说出 去上海旅行 你要想去你去啊 你要想买 你花钱买啊 你为什么不花钱 要让我花钱 我觉得这个话说出来让所有的姑娘都会心寒 你在这个感情当中太自我了 你想的是我要拿我挣的钱再去做生意 去完成我自己心里的一些诉求 但是你女朋友的呢 难道不应该去满足吗 我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太自我了 那其实就是不够爱了 所以你也审视一下内心 这个姑娘你到底喜不喜欢 如果真的觉得两个人价值观生活观念不一样 不用彼此拖着 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希望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